对不起 到什么家 因为我未经允许 要碰你一下 今天的情感专栏 继续为大家分享 小王子的故事 狐狸告诉小王子 驯服的意思就是制造牵绊 对我来说 你只是普通的小男孩 和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 我不需要你 你也不需要我 而对你来说 我和其他千千万万只狐狸 也没有区别 但如果你驯服了我 我们就会需要彼此 我有的时候 是有点神经质 但好多女的都这样 你不要太少见都怪啊 没有 你很有趣 你讽刺我呢 没有 真的 你好有趣 你教我东西 很认真 发脾气也很认真 你说不需要我保护 但你真的需要我 对啊 有时候不知道你是聪明还是狡诈 我喜欢这个世界 所以没关系 如果你讨厌他们 我可以替你喜欢他们 我替你笑话 替你跟他们说话 替你跟他们相处 我会做好的 我会替你做好这些的 会替你做好这些的 傻子 对不起 道什么劲 因为我未经允许 是要碰你一下 要碰你一下 真是个傻子吗 我很差劲的 我不知道怎么开心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让别人开心 你很好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陈美如 傻子 傻子 小王子意识到 自己的玫瑰 虽然是一朵普通的玫瑰 可对他而言 却是全宇宙唯一的 驯服 就是无论你有多骄傲 都会为了你真正爱的人 甘愿低下头